狗狗很习惯OK 但是用遛狗的方式遛猫咪 小猫咪被吓到全身僵硬 硬是被她的四肢拖行了好几百公尺 那么今天就有人检举她们虐待动物 因此调查人员来到了这名女子的住处 她的母亲出面澄清 绝对没有虐待 甚至还跟调查人员爆发争执 画面中身穿白衣的长发女子 走路摇摇晃晃 手上还用绳子绑着一只猫 要在路上来遛猫 只看到小猫咪全身僵硬 十分惊恐 女子却只顾往前拉 小猫咪就这样硬生生被拖着 走了几百公尺 附近民众看到这个情况 赶紧通报照顾生命协会 便一路跟着女子 来到芦州中正路上的这处民宅 因为猫不肯走 她就硬扯硬拖 拖在地上拖行 她有劝导那位小姐 可是那位小姐就大发脾气 对她们都很凶 找到画面中女子的妈妈 她澄清绝对没有虐猫行为 女儿五天前捡回这只小猫 非常疼爱 只是当兽医要求看看猫咪情况时 她却态度一转 不愿意将猫带出来 与前来探访的调查人员 发生争执 一度情绪崩溃 猫咪激动表示 因为女儿生病 已经很久没跟她讲过话 但兽医就是无法登门检查猫咪 让虐猫事件留下许多疑点 三菱新闻韩影成家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一名年轻女子出现在监视器画面前 双手不断拉着一条绳子 好像在拖什么东西 原来是只猫 她把猫当成狗 但这只猫根本完全不愿意 乖乖跟着主人 没想到她竟然死命地拉着猫 拉一下再拉第二下 还有第三下 小猫被绳子拉到 只好乖乖跟着走 三完步要回家也是一样 这名女子完全不顾 猫的脚在地上拖 脖子被扯到快断气 强硬拖行 我们找到了影片中 女子的住处 出来一门的是她的妈妈 强调女儿没有虐猫 但动检所派的兽医 了解猫的状况 连警察都到场了 但妈妈说什么都不愿意 如果不要定居 请她现在把猫带出来 这样可以吗 我还是说她无论 妈妈这一拒绝 让人更不禁怀疑 猫是不是真的如她所说 健康活着 记者李女子王嘉宏 台北报道 我现在在几乎 她把狗也挂在猫的脖子上 可是啊猫也不想要被溺 就这样被主人在大街上拖了上百公尺 有迷人看不下去 好心怯子 不是说主人不听怯 而今天有动检所的人 找到了这个猫主人 想要调查 就算不算是虐猫行为 猫主人说什么 都会发现 她这样子一直崩发不可以走 她硬扯可能会导致她呼吸不顺 有可能就是脖子会累伤 也有附近的居民有出来看 她也有劝导那位小姐 可是那位小姐就大发提起 在大街上常行拖着猫咪走路 民众看不下去像动保团体检举 画面中的年轻女子没有现身 倒是她的母亲一再退脱 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暴力场的话 她如果有受伤我们是要距离的表情 对我知道那你就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了解一下她是我的猫 我说是猫的一个狗 我的狗是狗是狗的狗的狗 你猫的狗是狗是狗的狗 你狗是狗是狗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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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狗是狗的狗是狗 你狗是狗的狗是狗 狗人从动怒到流下眼泪 倒从来还是不愿意让走检索人员进家门看猫 而她的女儿强行拉扯猫咪的行为 它已经违反犯好法 猫咪现在情况到底如何 还是一句问号 猫不像一般狗 是可以让我们牵着走 猫一般都是必须拥抱着 今天过来只是希望说 能劝道士组 如果你没办法饲养这只猫 是不是愿意让人领养 一定是有分如此 到街上逛街 而猫咪不肯走 就强行拖着它好几百公尺 一旁的民众看不下去 上前歸勸 这女子居然还大发雷霆 一名年轻的女子上街带着宠物 手上牵着绳子边拖边走 不过仔细一看 这绳子牵的不是狗 而是一只白色猫咪 往而不肯被绑着走 女子居然就强拉猛托 十分残忍 可怜的小猫被绳子扯得脖子 感觉十分痛苦 有民众看到新北市芦州街头 发生这样的虐猫行为 就赶紧向洞检所检举 冬检所人员找到了女子住处 想确认猫咪的状况 不过女子的母亲 却与女儿生病为由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不让大家看看 没有饮料 没有饮料 没有客人 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 这份的地方 这是我梦想中的家 梦想中的家